草莓红战士什么鬼 哦原来是国产最近出的KO版MB正义高达 那么阿东就要拿出攒了两年半零花钱购买的万代MB正义简单对比一下吧 咦就单纯简单从这个外观造型来看 不认真仔细看的话 一时间真的分不清哪个是理回哪个是理鬼呀 其实这两款产品不同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镜头仔细看看都有哪些区别吧 今天就来玩一下大家来找查吧 KO的脸较宽 头顶监视器为深蓝色 而万代的脸部明显窄很多 上方胸甲刻线处也是不同的 肩胛以及手臂方面 KO这边增加了很多刻线窑草 而万代这边是比较简约的 造型手也比万代大上一圈 万代胸甲散热口 颜色为冰霉粉色 下方带有银色点缀 而KO这边颜色更深 也阉割了银色点缀 裙甲部分 KO这边是增加了很多刻线 万代这边是比较平整的 上翻裙甲 看到万代腿甲上方是没有有凹槽的 而KO这边是增加了两个凹槽 金色部分也是比万代的粗很多 我们再看一下侧裙甲部分 挂在光束军刀 侧方这两个圆形零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下方金色涂装部分也是比万代的粗很多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小腿根部这个菱形部分也是要比万代的要大 我们转过来看一下后面 小腿后方散热口 万代为三角平行 KO为圆灵形 在脚后跟 万代是平整的 而KO追加了银色散热口 看了一下 发现整个脚步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下吧 没关系 我们再从脚底处看 能看到明显区别了吧 KO背部这个安插孔位 眼隔灰色点片 小臂后方装甲以及安插孔位 则是与万代完全不一样 也阉割了手腕可动 腰部下段黑色装甲也是阉割了刻线 而后裙甲部分的所有零件则是完全不一样的 腿部的铁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以看到KO的一块是ABS 翻过正面再看一下 KO的是一整块 万代中间再有一处凹槽 两个盾牌可以说只有轮廓相同 其余地方基本上都毫无关系 在记忆部分 可以说是除了轮廓相同 刻线这边 KO则是追加了很多 也多出了几处金色点缀 接下来看一下背包部分 电冰箱前面的小伙伴能看出哪个背包是KO的吗 KO炮管前端以及炮管根部 这个位置与万代是完全不同的 喷射器位置 KO这边是零件 万代这边是平面 侧边喷口盖板 两款的特线细节都是不同的 翻过来再看一下 这个是万代的连接握靶 黑色的是KO握靶 展开背包部分 看一下内部细节 KO这边相当难拉 看了一下内部涂装还是相对不错的 KO破管位置是追加了两端弯曲可动 我们再看一下万代这边吧 展开相当丝滑 但是这个祖传水门 我是有点受不了 再看一下炮管位置 万代这边只有一段左右小幅度可动 万代在飞机喷口位置没有联动 但是KO这就牛逼了 KO在飞机喷口位置居然追加了联动 但是喷口这个大缝 一言难尽 最后说一下 我记得原本定价是399的 后面好像涨价到了540 就这个勾巴素质 你踏马的怎么好意思去涨价的 整体非常松 以期严重 那么电冰箱前的小伙伴觉得咋呀 这540这个价格 你们觉得值不值 我们评论区讨论一下吧 对不起 再来 再来